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福斯新闻集团已故前执行长埃尔斯 Roger Ayles生前早指控一连串性丑闻 集团主席梅多Rupert Murdoch近日受访谈 及此事实竟是出言检讨受害女性 声称大部分的指控都带有政治目的 此番言论震惊媒体界更点燃福斯新闻内部女职员怒火 已有女性员工打算联络律师对抗福斯集团 综合外媒报道 迪士尼公司日前同意砸下524亿美元台币月1 57兆元收购21世纪福斯公司的关键电影和电视资产 入主媒体界大亨没夺的福斯集团 但并没有将新闻频道与其他广播资产纳进交易中 Sky News的主持人金燕婷访问梅多时 问他性丑闻事件是否已经重创了福斯新闻形象 梅多回应说这全都是胡说八道 指出是因为福斯新闻保守的立场受到了政治针对 赫芬顿邮报在访问了十名福斯新闻前现任女员工后 发现她们都曾受高层性骚扰甚至性侵害 旗下女员工听完梅多发言后怒不可遏 谴责梅多睁眼说瞎话 有前记者斥责这些性丑闻持续的发生 而且涉案者正是负责决定晋升或加薪的人 这不只是问题而是罪性福斯内部性骚扰传闻 其实屡见不鲜除 辽爱尔斯 红牌主播比利欧莱利 Bill O'Reilly 今年4月也被曝出涉嫌性亲五名女子 资深男主持人查尔斯佩恩 Jose Payne 也被控诉性亲女政治评论员 史考蒂尼尔修斯 Scottie Nell Hughes 后以肉体关系威胁对方 当作事业上的利益交换